歡迎收看產業最前線 我是漢城老師 大盤指數昨天一度壓回來 壓到8800 尾盤的時候再往上去做拉升 你會發現到說 這個大盤好像看回不回 看跌不跌 拉不回來 沒錯 這個盤 他就是一路要往上上漲 昨天跟大家提到 這個大人在後面 他還會幫你推一把 所以這個指數的一個位置 還會持續的往上去做一個走升 外資還在大買 光過去這三個交易日買超過300億元 期貨的盡多單口數也又增加 來到6.8萬口 再在的顯示外資是做多的 做多 當然台北股市就沒有理由會回答 國際股市也在創高 道琼 道琼只是創新高 歷史新高 台北股市只是創這個波段的新高而已 差別還是很大 SP500 連續兩天創新高 連歐盟 德國 指數也要再上來 你就出問題 有英國脫歐這樣的一個問題的地區 都還會再漲 那台灣為什麼不會漲 台灣更應該要漲 台灣更應該要漲 尤其是電子重鎮就在台灣 電子產業進入第三季 是旺季 我敢說現在這個時機點 是台北股市難得一見的一整年行情 就是今年的行情最大的一個波段 你要不要賺 你要不要賺 我建議你趕快來賺 這個波段 這個波段的大行情 就是今年台北股市最大的行情 你如果不再掌握的話 那今年在台北股市 你可能就很難賺到錢了 那我也相信昨天跟大家提到 我也跟你交 交說你們就趕快來 辦好手續跟著我們會員 昨天一早 我們一起來進場 我們會員昨天 不要說是舊會員 新會員 新辦好手續 昨天全部辦好手續的人 全部都大賺 馬上賺 馬上賺 難得有這樣的一個行情 一進來 一進場 就可以馬上賺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跟你說 我是這樣揪你來 有沒有大賺 昨天 我們的會員 光一進場 一檔股票 賺了將近5% 5% 100萬放在銀行定存 現在是只有一% 我們一天撞5% 是你100萬放在銀行定存的五年 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 所以我昨天是一直找你 跟我們的會員 成為我們的會員一組 然後我來帶你做進場 我們就來看 昨天跟大家提到的低檔翻轉低潤股 是不是這檔股票 是不是這檔股票 從低檔區剛上來 這檔股票是什麼 平安 平安 是不是現行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的一檔股票 是平安 只是它是15分鐘線 因為它是漲了之後壓回來 所以我們要從這種短線的一個時間點 去抓它的一個進場點 你才能買在低點 我們也避免去做追高的動作 這樣子才不會去做追高 所以你看到說這種股票壓回來 我是跟你講說 我們就要進場 昨天一早就要進場 一早我們有沒有進場 一早我們就進場 還沒有開盤之前 我就通知清代的會員 只要有平盤以下 你就去掛平盤 平盤以下你就大買 大大咬下去沒關係 你全部都買起來沒關係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有信心 就是因為對產業了解 就是因為對這種股票 它的一個動作 它的一個循環我們了解 所以我們也不去追高 我們就是等它壓回來的時候買 平安 壓回來找盤最低 就是在平盤 25.2塊 震盪一下之後 哇往上拉 拉到什麼 拉到最高27.6 27.7是漲停板 最高是27.6 插兩檔漲停 尾盤稍微壓回來 可是我們都是搭轉 我們還沒有找 我們還沒有找 從股票尾盤震盪下來 一找 我跟你講今天一找 它就直接開高上去了 壓回來的低點 是不是好的買點 我們不去追高 我們不是買在這邊 你是買在這邊嗎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 我們買在這裡 我們買在這裡 在它壓回來的時間點 去做買進 這就是漢成老師的操作 用安心 安穩 你看我的操作這樣子 穩不穩定 市場上你很難找得到 這樣的老師 老實講 如果說你參加過很多的老師 我相信你感受得到 我相信你感受得到 很少老師會帶你去低階的 漢成老師 所有的承接模式 所有帶會員的操作 一定都是低階 不會追高 為什麼 追高 第一個風險大 第二個利潤又變小 有什麼好處啊 沒有好處 低階 風險又小 可以買得比別人更便宜 又可以買得比別人更低的一個 價位點 何樂而不為 可是你知道嗎 要低階 要有那個人力才能夠低階啊 要看得懂 要是專業 才有辦法低階啊 才有辦法低階啊 要不然哪一個人 他能帶你去做低階的動作 看他跌下來 第一個 他可能也許 要展現他的能力 所以跌下來他根本沒辦法展現啊 所以他根本不會去低階 可是我們就是要用低階的方式 我們就是要讓會員 利益擺第一 賺錢擺第一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你看平安 馬上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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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兩檔漲停板 馬上賺 不只是平安 今天啊 我還準備兩檔股票 你說漢陳老師 為什麼今天要準備到兩檔 昨天才一檔平安 今天就要準備兩檔 你看啊這個行情 這個行情 美國股市都創新高 歷史新高 台北股市行情再來了 怎麼會不準備多一點股票 而且現在都還在壓回的低檔 那不是最好嗎 如果又再漲上來追高 我可能又沒股票給你了 所以你要就要趁現在 這檔股票把它叫做第一論 潛力股一 光看這個現行 跟你昨天看到的 這個叫平安的現行 這個叫平安的現行 是不是一樣漂亮 都是壓回來到低檔區 來到低檔區 尤其壓回很重要是要量縮 量縮才會穩啊 再一檔 這叫低潤潛力股二 一樣的是不是壓回 在低檔區剛要發動 突破下降趨勢線 剛要發動的股票 這兩檔股票一樣的 今天早上 開盤之前 你要把手續辦好 跟著我們的會員 下定決心 一起來賺大錢 成為我們的會員一組 我今天早上一早 帶你來進場大賺 其實不只是這些公司 你可以看得到說 從產業面的好處就是有什麼 有可以買在低檔低位階的一個情況 這是之前給大家的 產業訊息領先反應的圖 這是股價 這是產業的資訊 數據數字都在這邊 這是基本面 這是籌碼面 你可以看得到說 這是價格這是時間 當時間越來越長 股價開始往上去做一個推升 它會是什麼東西把它推升上來 就是產業面的資訊 產業面的數字 產業面的數據 這些東西 它會讓股價開始從底部去回升 會是基本面嗎 不會 因為你在這時間上面看到基本面 營收也好 獲利的數字也好 都不會顯現出來 而且可能都還在衰退的階段 籌碼面更不用說 很多法人可能都還在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產業 它就像什麼 打雷的時候你看到閃電 它會讓你先看到 一支你 我要打雷了 閃電先告知你 我要打雷了 趕快把它都捂起來 你才不會嚇到 同樣的在股票市場上 產業就像打雷時候的閃電先告知你 我高票要去 我高票要去 要大企業 你快來買了 而且你現在買 是可以買在低檔底部區 是不是這樣子 基本面呢 基本面它是落後的 它是落後於產業面 這是產業基本面跟股價的一個表現 這條紅色的線我們把它當成是股價 股價 底部區你可以看到說產業開始翻轉 股價也同時往上回升往上翻轉 可是營收呢 營收會到第二階段才會出來 為什麼 我們就講最近的低論 低論發現到說過去這一個多月 報價開始從低檔區往上翻升 我們從5月25號跟大家提到說 DAS指數 低檔區正式翻升上來 大波段大行情來了 這不是隨便亂講耶 大波段大行情耶 不是隨便亂講耶 為什麼不是講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是講在這個最低的一個價位點 為什麼在這邊我不講它大波段 為什麼在這邊它也有談啊 為什麼不講它是大波段 為什麼我在這邊會講它是大波段 現在有沒有真的大波段 真的是大波段來了 為什麼 這是夠專業的人才能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都是大數據時代 我們就是要用這些數據 這些數字把它融合做評估 用專業的知識去做評估才能看得出來 才能真的在這邊大聲的跟大家講 它是大波段大行情 我沒有跟大家講太陽能是大波段大行情 沒有 為什麼我還看不到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可是有的人是什麼 從年初講到現在啊 一路看好太陽能 我不知道他是懂還是不懂 結果太陽能是漲還是跌 是從年初跌到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這就是有能力 專業知識夠不夠 有人說啊 我講的這些東西都好像只是報價而已 你知道報價是對產業最基本的 尤其是對產業的循環 景氣循環的產業報價一定是第一優先 如果說你連報價都掌握不到 你其他更深入的產業你能掌握到嗎 更何況有的它不是產業 有人跟你講說啊像VR VR是產業沒有錯 VR是一個大產業 可是VR之中 你可以看得到說 有些公司是在做VR 我做的VR跟解驗做的VR不一樣 是在哪裡啊 我帶了之後頭不會暈 那個不叫產業 那個叫產品 那個叫產品 所以產業的翻轉上來 它一定是跟隨著產業的報價 產業回升股價開始回升 再來你才會看到營收 為什麼 報價上來了 在一間公司裡面的營收 它會不會隨著上來 它就會慢慢讓你看到上來 所以我跟大家提到喔 六月份的營收對地面族群來看 你還看不到什麼大的成長 所以你看到說六月份營收公布出來 哪一家公司有大成長 只有一家叫商城 其他的都是小幅的成長 為什麼 因為它的報價還沒有辦法 完全反映在營收上面 七月份看到就不一樣 七月份的營收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有些公司 成長的幅度會越來越大 而且成長的公司會越來越多 七月份到八月份到九月份 你就看到說逐步的成長 九月份完了之後才是什麼 第三季的財報 第二季的財報 你現在還看不出來它有成長 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落後 財報是到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向線去了 財報是後面 你看到財報大成長的時候 它會再漲 股價會再漲 等於是後面飆升的那一段 後面飆升的那一段 後面飆升的那一段 所以為什麼我說產業會領先 基本面 而且不只是領先基本面 還領先其他 包括像什麼 技術面 包括像充碼面 為什麼 我們以後再來好好的談 剛剛提到這兩檔股票 如果說你平安 沒有跟上我們腳步 這兩檔股票 你今天千萬不能再錯過了 你千萬不能再錯過了 趕快把手續辦好 跟上我們會員一組的腳步 我來帶你賺大錢 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我再好好跟大家做介紹 直視射擊殿堂 閱讀兼劇戰場 突破想像 全來自大師的眼界 有眼界 實力不見 世界跑路新革命 All new to some 國產唯一領先標配 國主規格安全先驅 邀您親身體驗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保護家人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威猛先生 劫策輕相動 只要一病 防止細菌污垢附濁 每次沖水自動清潔 一定擊退馬桶細菌 威猛先生 劫策輕相動 新威力靜白因子 馬桶靜亮白 威猛先生靜白輕相動 Mio Mio You know I want to Mio Kama play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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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waii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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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尾 尘世新公主 尼尤全新登场 SYM 周一君六点非凡财经晚报 曾冬裕七点非凡新闻通 郑明娟八点非凡股市现场 理财最佳团队 非凡商业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产业最前线 我是安诚老师 现在行情正在发动 你如果晚一天下定决心 跟我们的脚步 你就少赚一天 你就少赚一天 你就会少赚一天 早一天你就会多赚一天 为什么 因为行情现在刚来 刚开始在启动 我真的越想越兴奋 难得看到台北股市 有这样的一个行情 真的是过去这几年 看不到台北股市有生机啊 可是现在我看到了 现在我看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面板 面板的报价是不是在涨 精彩科 从7月7号 礼拜四压回来之后往上拉升 7月11号再涨 7月12号压回 礼拜二的时候压回 说压回我们再来地接 我扣给会员 我们就去做地接 昨天13号 是不是又拉升上来 再创下新高 再创下新高 黑K棒的压回就是让你买 黑K棒的压回就是让你买 只要有再压回 这股票还是要去买 外资昨天买到第一名了 叫做友达 叫做友达 我们看一下友达的K下 又出现红棒上来了 可是他是不是还在这边震荡 面板股只有这一档最强 叫做精彩科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所以你说你晚一天 会不会少赚一天 平安 我给你借 我借你来给我们贪 低档的翻转低润股 买进去 擦良党涨停板 擦良党涨停板 低润产业肯定是大波段 肯定是大行情 市场上没有人敢这样跟你讲 汉诚老师 我用我的专业帮你保证 肯定是大波段 大行情 5月25号 跟大家讲大波段大行情来了 你要掌握好 DES指数现在还在涨 领先市场上 爆章杂志足足超过一个月 这是6月28号 爆章杂志才出来的讯息 一个月我们已经可以赚多少 微钢 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足足可以赚将近50% 一个月的时间 从这边开始做布局 押回来再加码 拉上来 押回来再加码 昨天再买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机会又来了 48.9% 48.9% 玩我们一个月 少赚了48% 你还要再玩吗 再玩一天 你又是少赚一天 再玩一天 你又是少赚一天 微钢 说机会又来了 押回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操作 绝对跟别人不一样 都是在押回的时候 我带你来做布局 安心 安稳 又安全的操作模式 我不会带你去做追降 我就是要带你 在他押回的时候来做布局 微钢 机会又来了 这是昨天的讯息 平安 26块钱以下买 微钢 平盘以下买 微钢有没有上来 平盘在这边 这里还压回来到平盘 尾盘又拉升上来 我跟你讲 这股票今天就开高又上去了 微钢走完了没 肯定还没有 这是历史的微钢 这是现在的微钢 三年前的这波微钢 你看蓝色的这条线 是微钢的走势图 红色的是低润报价走势图 低润报价从在这边上涨 涨身上来有一度回档 回档下来再往上创高 这股力道才会大 涨了58.43% 所以你哪天看到报价有出现这样的回档 不要担心 你千万不要紧张 如果你会紧张 你就又赚不到大波段的钱 你如何才能不紧张 汉成老师来带着你 你才不会被洗掉 你才不会紧张 微钢股价从低档区往上攀升上来 一路涨 29.55涨到93.5 涨了多少 216% 超过两倍 现在是不是刚上来 报价是刚上来 微钢的股价是不是也刚上来 才涨多少 微钢股价还涨67% 跟216%来比 还有多少的空间 还有多大的空间 所以说第一顿 大波段 大行情 大波段 大行情 今天涨到 昨天的时候涨到什么 华尔科 南亚科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最近比较没涨到的 南亚科在那天急杀下来的低点 我们还叫会员均去称截 传出来 合约价是不是要涨3到5% 合约价涨对什么最有利 对华尔科最有利 所以华尔科 为什么今天会动 昨天会动 道理就是在这边 消息 利多消息 我最喜欢这种 利多消息层层堆跌 一层一层跌上去 股价才会越爬越高 如果利多消息在这边就截止了 就没有利多消息了 股价还会再爬高吗 不会 你现在都看到的是报价的利多 未来你会看到什么利多 应收的利多 应收的利多 那呢 获利的利多 然后市场上出新产品 哇 又跌上去又利多 这样股价才有办法涨到200多% 涨两倍 所以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的大行情 我再跟你借 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你要把手续办好 跟上我们的脚步 跟着我们的会员 会员一组 一起来进场大赚 这两股票叫什么 第一个潜力股一 现行已经打出来 拉回来震荡的低点 又要重新出发 又要重新大涨 你如果再没掌握好 你昨天已经错过平安了 你昨天已经错过平安了 今天千万不要再错过 还有一档 低人潜力股二 一样做压回之后 开始冒出头来 开始冒出头来 这股票是代表 又要重新出发 重新喷出 重新大涨 不要再错过 不要再错过 跟我们的会员 一起 趁着这一波台北股市 难得的大行情 难得的好行情 我们一起来操作它 昨天的平安 我们不要说最高 收盘的时候就好 收盘的时候就好 涨多少 涨了4.76% 4.76%的意思是 你100万拿来这边操作 一天可以赚4万7千6 定存一年是1万块 如果你还想要把钱放在银行当定存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来邀你 低轮大行情 大波段大行情来了 你如果晚一天来 你就会少一天赚 你早一天来 就早一天赚 跟上我们脚步 下定决心 成为我们的会员一组 明明年见 密尤密尤 密尤 Kit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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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鼓双赢一把兆 Good的头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CG好物 趣味设计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让生活更有feeling 他们在加什么 1919食品检举转一 标识都不清楚 1919食品相关咨询转二 食品有问题 还不给退费